第九題就會看到有些Graph的題目 其實做Graph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是留意Graph的特徵 很多時候這個Graph的X或Y Intercept是非常有用的資料 我們可以現在看看 首先就會看到有一個Y Intercept 就是在03這一點 那是說明什麼呢 說明當X是0的時候 Y是會有3這個Value的 但是我們要考慮一下 就是Lock的其中一個特性 Lock 這個X是不可以是0 否則就會Undefined 其實很容易可以用排除 因為我們這個Graph表明了 X的Value可以是0 那代表著什麼 X不可以是Lock 所以 A這個選擇是不可以的 B也是不可以的 C也是不可以的 D呢 由於這個Lock裡面還有一個10 所以即時 X是0 這個Lock裡面的數字不會是0 所以這是唯一一個合理的答案 當然我們可以驗算多次 我們把0放回X Lock Lock 0加10 即是Lock 1加2 即是3 也是符合 這個Graph還沒有Value 所以可以肯定答案就是D 0 0 0